全國經濟消經濟大賽已經要在10月20號 在消防署第三訓練中心基行 為了這次的比賽 加吉市經濟消集結導致七組隊伍七十多人參賽 從九月五號去 等幾月期一五月訓練 加吉市議長消息和市長頭身體 在五號晚上前後 前後關翁消防局 鼓勵經濟消動致 並且祝大家下得好成績 五號晚上七點半 加吉市議長消息禮 在經濟的行程中 特別情報加吉市消防局 鼓勵經濟消息禮 在那邊日 各方救災救難 感作辛勞付出之外 更要注意 自己自身的安全 那麼我特別來到現場 來為我們所有的義消的弟兄 以及姐妹來為他們衛免 感謝他們長期協助消防局 投入救災以及防災的工作 讓我們嘉義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得到最好的保障 我們也希望他們在執行勤務的時候 那麼他們的安全也能夠受到最好的防護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在他們這個救災的設備上 能夠來予以提升 保障他們的生命安全 為在警察中有好情勢 義消人員利用夜間時間訓練 市長頭身體正宏鼓勵表示 希望自由警察 典現消防以及義消人員機靈 由校政學 義消救災主委 發揮協助消防救災力量 那大家今天晚上要開始訓練 那訓練一個多以後就要去竹山那裡比賽 我們嘉義市的訓練一向都是非常雜實 以前也得過一些非常好的成績 我們希望他們藉由這樣子的訓練 以後面增加自己的一個能力 以後面也能夠替嘉義爭光 祝福他們這一次的信念成功 能夠拿到好的成績回來 嘉義市上就表示 全國經濟消競技大賽的競技切磋 可以提升以及檢視 消防以及義消人員的救災力量 也促進互相情感交流 從我們發揮發揮兄弟 有情有意的傳統優良精神 真心電論上嘉義市蔡鳳報導 好可惡 好可惡